南京博物院自从上周再次对外开放以来游客量与日俱增 昨天客户量已经达到了2万人次 游客多了不文明的参观行为也跟着多了 今天上午在南京博物院排队参观的游客人山人海 几乎人手一个拍照设备对全新陈列的文物 游客们恨不得能全部拍下 闪光灯闪个不停 这让博物院的工作人员很为难 游客拍照的心情可以理解 但是在博物馆内拍照禁止使用闪光灯早就是惯例了 闪光灯的一个是对参观环境的影响 就是说它的光源对周围观众会有干扰 再一个对文物它也有不利的方面 除此之外 馆内地面上有不少游客随手扔的垃圾 还有的孩子直接攀爬到展览文物上吸吸 甚至对文物悄悄打打 在民国馆一些明确标示 禁止触摸文物的展览品前 也有不少游客不顾规定抚摸文物拍照 馆内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民国馆内的展览品都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物 希望大家一起来保护 同时我们也呼吁广大的观众 能够尊崇博物馆的一个参观的要求 比如说不要用闪光灯拍照 声音说话声音尽量小一点 垃圾一定要扔到垃圾桶里 然后座椅坐下休息可以不要躺着